同样是食品的安全 先前一名三规大的女婴发烧抽搐过世 医师诊断发现死因是高血纳症并发急性肾衰竭 家属指出小女孩喝的就是诺贝尔金配方婴儿配方奶粉 而检方检验发现这罐奶粉的钠超标将近50倍 但是抽验了同批号没有开封的产品 含钠量却都符合标准 因此不排除可能是由其他人为原因 造成奶粉的钠超标 而卫福部也表示如果有第二例出现 这款奶粉有可能就会下架停售 我也是怀胎九个月啊生她的 为什么别人的小孩可以这样叫妈妈 我的小孩呢 妈妈生累俱下控诉家中三个月大的女婴 因为喝了这一款诺贝尔金配方婴儿配方奶粉 导致女儿死于血纳症并发急性肾衰竭 卫福部针对该瓶向奶粉同批号和不同批号进行检验 却都显示没问题 唯一钠超标的就是家长开封过的那罐奶粉 人员去有给他尝试一下是真的是比较咸 所以这中间呢 为什么那一瓶会比较高钠的含量 这一部分检掉正在查 业者回应为开封的奶粉送宴都没问题 卫福部也和检方合作启动行政检查 不排除任何可能但目前不会要求该产品下架 因为资料显示是单一事件 但若再次发生不排除将停售 我们会注意社会上其他的 是不是有其他的案例在持续的发生 当有第二个案例的时候我们再来做决定 证据不足官方不愿意轻易下定论 但就怕有人恶意动手脚 这段时间会特别注意是否有类似情况 以免悲剧再度上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